今天我們來看到這個天氣熱 難免會想要吃冰來消暑 不過消保處抽查 全台灣36家賣場跟便利商店的 冷凍跟冷藏櫃 結果發現有22家業者不合格 不是櫃子的溫度太高 要不就是根本就沒有溫度紀錄 而且呢 有些冰箱的冰淇淋 甚至還因為箱內溫度過高 所以正在慢慢融化 消保官拿著溫度計 對著冷凍櫃的食品測量溫度 根本不到 應有標準 炎炎夏日行政院消保處 對全台冷藏冷凍櫃大機查 36家裡面就有22家不合格 大潤發 大買家 加勒福 萊爾富 全都上榜 原百台中復興店按標準規定 冷凍櫃的溫度應該要低於-18度 不過實測卻只有-11度 冷藏櫃的溫度也是不夠低 開始流汗了 開始流汗了 還有萊爾富高級進口冰淇淋 製造商規定冰品要放在 -20度C到-25度C的冰櫃中 不過實際溫度卻只有-14度 冰淇淋當然在融化 所以它量的時間點 就是剛好之前有人在購買 所以它的溫度會不足 那事實上我們當家也請了一些廠商 如果有回報 我們在第一線都已經 請廠商再去做檢修了 當時的話 我們就會做產大動作 然後直接幫我們會不再賣賣 業者說收到通知以後已經馬上改善 不過最讓消費者擔心的 是因為溫度不足買到壞掉食品 食品中間一些酵素或者細菌的滋長 那消費者即便買回去之後 再擺回去冰箱裡面 它這些東西還是腐化還是敗壞 你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要注意它裡面是不是已經有一些 結霜或者有冰晶的情形 這主要是溫度保存不良的時候 才會有溫度上下造成裡面會有結霜 不合格的業者表示當下已經把商品下架 也接受民眾退貨 消暴數提醒民眾購買前要多注意溫度標準 也限期業者改善 否則將處六萬到五千萬的罰還